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不能吃 而是要吃对分量 而针对减肥减糖的人呢 建议一天最好不超过一碗 若能吃胃精致的颧骨杂粮类更好 建议优先选择根筋类 因为根筋类食物高鲜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缓解便秘 你也可以多吃些杂粮或高蛋白质淀粉豆类 像是红豆 玉米等 营养师陈寒宇在脸书的发文指出 白米的制造过程 第一步是从稻骨碾去稻壳变成糙米 这个阶段精致程度最低 保存了最完整的营养 接着糙米经碾膜 去掉米糠成 就变成了胚芽米 最后胚芽米去除全部肤皮和胚芽 剩下的胚乳就是白米了 精致白米中含了大量淀粉 其他营养素的含量则非常稀少 陈寒宇表示 淀粉的证明其实是颧骨杂粮类 它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使人体主要的热量来源完全不吃不行 但吃多了又会造成血糖升高 因此建议民众 摄取时可以掌握两个原则 第一 了解分量的代换不要吃超过 第二 胃精致的颧骨杂粮类优先吃 因为胃精致的颧骨杂粮 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B群 维生素E 矿物质及散实纤维 更能帮助人体代谢 那么一天到底应该摄取多少淀粉呢? 陈寒宇表示 以一般健康的人来说 建议一日摄取的胃精致淀粉量 至少占一日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举例来说 一天若摄取1200大卡的人 那么就可以摄取约1.5碗淀粉 一天若摄取1500大卡的人 折可摄取约2.5碗淀粉 那么一天若可摄取1800大卡的人 就要摄取约3碗淀粉 若是减糖期间 则建议份量应该要减少到 一日一碗的淀粉量 并且也是为精致的淀粉要有先吃 陈寒宇也帮大家整理了 以下的淀粉换算方式 一碗160克的白饭 约等于四份全骨杂粮类 相当于280大卡 而一碗160克的杂粮饭 约等于一颗220克的地瓜 一个烧饼 1.2片吐司 两碗面 两碗粥 两根玉米 三片萝卜糕 12汤匙叶麦片 12条年糕 12张水饺皮 以及12片苏打饼干 以上换算公式 我们会放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按下暂停观看哦 那么减肥中 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呢 陈寒宇提醒大家 建议尽量少吃精致淀粉 日常中 我们最容易摄取到的精致淀粉 有像是白饭 白面条 白吐司等 这些几乎只有热量 没有其他营养成分 另外加工的精致淀粉 除了精致 而且还加工过 通常还会额外添加糖 像是面包 油条 苏打饼干等 这些食物都要适量使用 避免热量爆表 总而言之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 建议用餐时 优先摄取根基类食物 像是马铃薯 地瓜 芋头等 这些根基类食物 富含膳食纤维 高鲜 且能促进肠道颅动 缓解便秘 另外也可以多摄取些杂粮 及高蛋白质淀粉豆 像是玉米 栗脂 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及B群 其中淀粉豆 像是红豆 绿豆 豌豆仁 黄地豆 这些更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能提供你双重的饱足感 减肥的同时 也别忘了要注重身体健康哦 适当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常见的健肘 慢跑 游泳 重训等 气功也不失为一个很棒的选择 气功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古书中记载 因天气阴湿所造成的身心烦闷 筋骨无法畅通运行 古人就会透过五道去引导气血运行 以维持身体健康 气功的动作通常都是缓慢 融合 不急不躁的 它是调理身体呼吸 及思想的身心训练 透过缓慢平和的动作 放松身心 令气在经络中运行顺畅 有学者就曾指出 气功可以预防和治疗疾病 在心理上 它可以减轻抑郁及焦虑 而心理上 亦可减轻哮喘 肥部疾病 上呼吸道疾病 像是伤风感冒等 另外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所的资料显示 一份2015年的文献就指出了 气功训练可以更有效地降低 高血压病人的缩缩压和舒张压 与服用降血压药的病人相比 气功训练甚至更加有效 这边介绍一个被视为气功之一的八段井 它是由八个独立及流畅的动作组成 相对容易上手 有兴趣的人不妨试一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看完以上节目 你有什么想法想和我们分享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 喜欢的话也请多帮我们点赞加转发哟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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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